编号142的赛车 车身有沙方局火凤凰与台湾字样的涂装 奋力从积水区脱困后 再冲向一片黄澄澄的烂泥路 加速前进 亚洲越野拉力赛 13号在泰国举办 2000公里的赛程 得克服许多满布黄土泥泞 飞沙走石的困难地形 沿途状况不断 有车辆失控冲落边坡等候救援 也有车辆在狭窄的山路 发生对撞的车祸 参赛的台湾消防员选手 还下车帮对手检查伤势 也是选手之一的台中市消防局 女队员李亚婷 仔细研究分析路况与替代路线 挑战难度高让他相当难忘 赛事路况相当复杂 考验驾驶的技术 车辆的性能与紧急状况排除 沿途激烈的操控 就连已经离开赛道半个小时的车辆 轮胎都还在冒烟 三个女生靠着绝佳的默契 与驾驶技术 十九号在十一个参赛果当中脱颖而出 拿下女子组冠军 同行的队友也予有荣烟 我们遇到这个机会 然后累积我们救灾的经验跟能量 然后以应付我们未来未知的灾害 他们不论跟谁 不一样的人都可以立即的合作 甚至不同的语言 他们都可以沟通 用body language 都可以做到很好的沟通 越野赛车分秒必争 消防队员发挥平常训练成果 为台湾的国民外交交出一张亮丽的成绩单 华视新闻林建峰 许玉文 吴一哲 台中报导 哈喽 我是谢嘉玄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码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